還有一分四手就舉辦第一次的Bite Sunday 這一個就是香港第一個 應該是第一個的Virtual Race 在Swift那裏 今天就是踏20K 2019年UCI的WC Harrogate Circuit 試過這個Circuit兩次 這個Bite Sunday的活動是新鴻姬舉辦的 會有獎項 如果你贏了頭三一定有 不知頭五 今天就認真地對待 看看自己在什麼level 還有50秒開始 今天應該說少一點 Focus focus 30秒 可能要吵一點 要放高 10秒 來吧 5 香港第一賽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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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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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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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場比賽完全沒有說話 因為都出到100%的力去踩 你看到我的心跳 你看到影片就知道 全部是181以上 這條賽道就這樣踩也不是十分難 但它的迷路程度非常尷尬 即是它的上上落落都比較滑 所以你要衝著落斜 又不要被它掉 而且上斜 又不是上很久的時候 又會泵大一點點的WRSO 即是全程都是這樣泵 加上基本上的迷路程度不相關 只要黏著前面一群人 才有機會去到這個數字 其實是被人捏住的 好 星期四就上了Sport Soho 然後在上面就要做一個擦口水的測試 然後磅重 還有放了Direct Drive 讓你們試兩腳 之後就拿了選手包 最重要的四塊一條 快速測試的 好像鹽刃棒的物體 Strap 選手帶 斜背包 還有 還有 有一個行程 我們男生 有15名車手 還有一個領航員 相信在Live說 黃金寶會帶頭的1K 還有他會寫增加難度 希望不要太快 這裏有一個很短的行程 2時半是有個聯校單車機比賽 應該都是踏SWIP 開始先是女生 決賽4時 但4時半是頒獎禮及儀式 即是女生一夜踏完 30分鐘便要衝來頒獎 看男生是5時15分才開始 看過他在室外 所以 我未試過在室外踏Indoor Trainer 應該會很熱 或者有點熱 到時再見 即是明天 這條片先拍攝 明天再拍 希望不要拿到第二尾便可以 再見